三十点一下 两个皮壳两相看小的 墨西纱 没有表现呢 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 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 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 没有表现就是 好东西这个是 东西还行 皮壳还行 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 就是像这种还不错 就是说皮壳它比较扎实 然后呢纱里也细 主要是残口也正 这种就是说行家比较喜欢切 有机率能切出好东西 你看嘛 很压手的 重量还行 多少钱 有了 没有什么表现 滴滴越摸摸的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表现 但是荧光感还不错 这种皮壳下面基本上都会浴画 但是能画到哪一步 还是得切的才知道 两千块钱吧 哦马里 怎么可能零千块钱呢 一万多肯定是看不到 那加点嘛 两千块钱是真低了 这东西就是小剑说的东西 两千五 两千五也还不行 好东西嘛 你也知道墨西沙的 成仙藏口是吧 对呀 就是你们把墨西沙的价格都超高了 墨西沙本来是好货嘛 高货的 东西小了一点 还得堵裂 虽然打蛋这个地方有点感觉能画开 但是整个石头 它有可能变种的呀 不管大小石头它都会变种 不切开谁都不知道吧 这样吗 一口价三千块钱 不能加了吗 那肯定不能加了 你这么问我肯定不能加了 成交是三千块钱 三千 三十 变一下啊 老规矩 这小石头先干一刀 这边是有牌子为了 直接把这一面皮给它切掉 看它里边究竟画的如何 OK是吧 切石头 现在开干 机器还没切好 开关快了 但是我们有人工控制 谢谢 不会是油筋吧 打灯看一下 没切干净 现在还在皮上 这种脏就是皮 还没到肉 肉还是蛮好的 切深一点 有力不信了 哦 看吧 可以哦 哦 这条是刀痕 然后这边有点裂 但是中间能取件 种水耗得好哦 这个多长了 长了 取干净了 这种肉质 哇肉超细的 这个地方画得好哦 而且厚度来说的话 还能切两刀 差不多能取两个小排 下面如果裂少一点 能取个大排 今天运气好 把这个也切掉 就算了 就算了 了